歡迎到全面進場 2月4日,星期日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下午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表演賽 由美職聯球隊國際邁亞密對香港聯賽選手隊 最後國際邁亞密以4比1擊敗了港隊 這場賽事一共吸引38,223人入場 國際邁亞密隊長美斯全程坐在後備席 連衣服都沒有換 直至原場還沒有上陣 使得大量球迷感到失望 很多人忍不住大喊回水 有球迷離場後 更加說整件事是世紀大騙局 在說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一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究竟這場維穩城市 如何爛尾 哈哈哈哈 真厲害 這場賽事 聲光奕奕 高官又去 明星又去 你別說去表演的明星 有很多人去看球 如果背後沒有人吹雞 我也不相信 梁朝偉、劉嘉玲又一起去 葉童又去 這個又去 那個又去 平時又不見那麼齊心 往年搞這些表演賽 到底有沒有那麼多人出席 今年突然有 很明顯 就是要為2024年 這個 城市經濟 來打響頭炮 官員又出席 明星又出席 搞得他好好看看 誰知道現在爛了尾 哈哈哈哈 我們看看到底有什麼 野高官出席 作為推動盛事經濟的重頭戲 行政長官李家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副司長王偉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等官員 都是有出席支持的 陳茂波更加是身穿著粉紅色的衣服 嘩 即是他支持美職聯隊 在比賽之前 一眾高官 就和足總會長貝君琦 主席霍啟山等人 和兩隊的球員握手 但是當大球場的電視影響一眾官員的時候 據讀媒的報導所說 有些球迷是發出噓聲的 他們不是噓國歌 之前有一群人說 奏國歌的時候 有一個市民去學賭彩被抓了 現在不是 現在的高官出場被噓而已 好了 我們再看看這場表演賽 具體情況如何 很多球迷入場 三萬八千多人 也想看看球王美斯的腳法是怎樣的 不過 美斯一直坐在後備席 完全沒有進行任何熱身 一直到吹雞圓場都沒有上陣 於是很多球迷非常失望 有部份提早離場 七十幾分鐘看到 都無望的時候 就不再繼續 狗言殘喘看下去 這是據HK01的報導所說的 不是作的 其實有這麼多球迷 有這種失望的反應 我認為是很合理的 因為大部份人 其實就是受到 你這個鋪天蓋地的宣傳 就告訴別人 哇 球王美斯都會到場表演 那他才會買票入場 對不對 如果你純粹拿這個 什麼國際賣物出來 做標榜 我想沒有多少香港人 認識這隊 除了有賭球的人 去知道有這隊 存在之外 是不是 一隊美職聯的球隊 要不要花五千元 去買票看 愚蠢 你無非就是要 拿美斯出來做噱頭 在那些海報 宣傳品上 就把他的大頭都印出來 你暗示告訴別人 美斯是會落場 不是你把他的死人樣子出來 是不是先找老襯 原來真的找老襯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詐騙之刀 在往後 也不知道你怎麼做宣傳 這壇事其實很嚴重 你本身想搞壇 所謂的維穩大秀出來 以顯示香港是有很多盛事 要說好香港故事 要告訴別人 香港真的回來了 重返世界舞台 備受關注 現在呢 便刺得出煙 哈哈哈哈 被那些球迷不斷罵 我們看看那些球迷罵什麼 有他的道理 因為那些票價是介乎多少呢 我先告訴大家 原來那些票價是多少呢 原來那些票價是880 至到4880 中間票價有多少呢 1588 2288 以及2988 很多人就買了中價票 但不是原價買的 因為這場球 其實就是炒黃牛炒得很厲害 是最後一天才開始跌價 炒不起 但很多人就是用炒價去買票 就更加扔掉了 大哥 雖然呢 一場表演賽 究竟哪一個球星會下場表演 事前很難說得準 究竟正選名單是怎樣的 但是 這些事情有往績 以往任何一次的外隊走來參加表演賽 那個當家的球星是一定會上陣的 所以這次就是你第一次掉落而已 比如說2019年 曼城曾經訪問香港 跟傑智踢了一場友誼波 奇魂迪布尼 史達寧 戴衛斯華 貝拿道斯華等 都是正選上陣的 那就是一場戒勝 2017年 英超一完賽季以後 熱次即刻來香港 雖然經過了這麼漫長的球季 但是 被受歡迎的孫興敏 基斯殿艾力臣 到了下半場的時候 哈利卡尼也有入體 最終以4比1擊敗了傑智 所以在以往 其實就是當家的球星 誰都會下場 啊 最起碼當作是走馬燈 這樣走一走一走 那些人都收貨囉 碰一下波皮 對不對 波皮也不碰 在表演賽結束之後 球隊班主之一碧咸也有支持 碧咸就提到 希望為香港帶來更好的娛樂 不過在他出場的時候 已經被球迷噓爆他 即是安排不到美斯上陣 我們又看看究竟球迷的心聲是怎樣 H101訪問了很多球迷 其中一個梁小姐在離開球場的時候 就說感到非常憤怒 他說這個賣雅物是垃圾 這場球是世紀大騙案 好生氣啊 原來梁小姐扔了2980元 來買一張門票 他說很失望 整件事只是混混 他還說即使美斯 落場出來跑一下 他也收貨 然後他旁邊的朋友就說 就是了 起碼出兩分鐘也好 兩分鐘也不出 其實那些人真的會收貨 你隨便走下去 擾讓一下 最重要是你出場 當然你碰到那個球皮 最好 隨便踢兩下 插兩下 那些球迷的要求很低 因為你登了他的帶頭出來 雖然你沒有寫明說 美斯必一定會落場表演 但是你拿他出來做宣傳 你作為一個主辦單位 是否一個責任呢 如果你明知道他傷了 或者你明知道他根本上 都是打算做後備 不會踢足九十分鐘的 全程 那你不踢不足 你作為一個球王 你隨便表演十多分鐘 起碼那些人也不會有這麼多怨氣 你就直接去也不去 那你怎麼表演 那些球迷 看著你 美斯在現場看球 哈哈哈哈 就這樣問 好 接著我們看看 有些大陸人 鬼殺這麼吵 一個來自廣州的球迷就說 整個安排差度 看到美斯在現場 但是一分鐘都沒有上 那什麼叫表演賽 你想去一分鐘碰一下球也好 大哥 我用了三千多元來買票 特意在廣州來香港 坐車來回用了一千元 哇 你香港搞得這麼差 真是活該你經濟不好 哇 這個廣州人說得真是不錯 哈哈哈哈 我不是掌踏人志氣滅志機威風 而是 那些做旅遊業的 經常說 那些大陸旅客 那個消費能力低了 走下來香港又不肯花錢 又零元扣 又走來混吉 又說人家的消費能力低了 好了 現在你搞長什麼城市出來的時候 的確是吸引到大陸佬來花錢的 你不要搞笑 這個廣州就說即日來回 有些外省是來香港過夜的 你香港最珍疑 還知道這個旅遊業 又說人家不過夜 走過來麥蘭文 又成這樣 應該不是的 這些真金白銀來花錢 聽到你的呼籲 誰知道你老點割韭菜 比KK園區還差 哈哈哈哈 告訴人家有美私有這個什麼 那個什麼 到最後什麼私都沒有 唉 真是慘 那些人花了幾千元 走下來混吉 給你老點 這件事 糟了 所謂一次不忠 就百次不容 別人信錯了你一次以後 回到他的老家的時候 不斷唱到你壞 唱到你臭 那你怎麼說好香港故事 大哥 人家說香港混賓 唉 真是 記者就問了另一個球迷 阿簡聲 就問他 喂 你還會不會繼續支持國際賣阿密呢 阿簡聲就說 支持什麼呢 今天很失望 我用了四千八百元買一張門票 現在被人騙 啊 我特地下來香港 整個香港看美私 哈哈哈哈 糟了 這個人用了四千八百元買 我想不止他一個買 他跟我朋友好像站在一起 兩條都洗了一整皮 哈哈哈哈哈哈 都還沒計算車廢 就想進去看美私表演 怎麼知道 你現在是看他看人表演 好了 我們再看看球迷反應 球迷反應是很真實的 好了 大陸球迷擴聲就說 唉 很失望 但是見到美私這樣的穿著 都已經預算他不會上場了 去到七十分鐘的時候都沒有動靜 就更加確定他不會下場了 他說自己沒事的 不過呢 小弟哥抱著了很大的期望 然後呢 隔壁的小蚊子就說 是啊 我本身滿懷期待 很開心的 但是現在見到美私 只是坐在後備席 就很失望了 哦 即是今次搞這個城市 啊 結果呢 就沒有辦法為市民帶來什麼幸福感 獲得感 啊 那就被人斬了一鍋 就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混吉的 啊 那不單是香港人被人滾了 最慘的是 現在你經常說要吸引那些旅客 你整個旅遊業界 有旅遊局 你怎麼說好故事呢 我都不明白 現在這樣搞法 好了 我們看看現場的 餐飲的情況又是怎樣了 平時呢 在大球場的KFC 買個巴勒雞腿包的堂食 單點是29元 套餐是45元 不過呢 今天是盛事嘛 搞盛事的時候 當然要收貴一點 收你一個城市價 那麼單點一個 的巴勒雞腿包 就已經是一塊水了 啊 套餐呢 就要一塊半水 相當之誇張 這個餐呢 已經是全店舖最便宜的一款 那麼有其他那些什麼東西 套餐呢 就賣成五塊水都有的 啊 那給那些球迷呢 就是 不停滲還 滲起來 就算是說 你只會抬搶 你搶都不要緊 原來美思就沒有下場 好了 我們看看 就是究竟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 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評價 他就說 我們究竟是怎樣做好事 的呢 明星就不下場 球迷就喊回水 他就說 今天你在家裡 看國際賣雅物 對香港的直播 原本想著看球星踢多少分鐘 誰不知,吹雞圓牆才看到球星走入草地 可惜可惜 不可惜,江議員在家看就對了 免得浪費精神,又說要搶飛 在家隨便按電視,比走進去好 江議員說,相信不少入場的球迷是非常失望的 特別是遠道而來的,或者是買了炒票的 日後我們辦成事的時候 還怎麼叫遊客相信我們呢? 這個天文數字的合約 究竟有沒有條款要求球星要下場踢的呢? 看回呂法局的大肆宣傳和早前的報導 實在就是有些明過其實 雷聲夠大,魚都沒有敵 如果球星連球都不碰一下 就不要說來香港獻祭 不要說是獻祭 獻祭就差不多 其實他來香港,踢不踢 我都覺得是後話 最慘的是 旅遊局、旅法局 或者相關的宣傳 你把美師的樣子都放出來 又做Band 又海報又等等 你都不知道想怎樣 你又不踢 老實說,如果一早用貝君琦的思路 你說是中國香港隊才參賽 香港隊又不參賽 雙台的主持都提了水 你一早不踢,就沒那麼醜 起碼要退票給那些球迷 現在一踢就失敗了 真的 腳頭不好 我們看看江玉寬怎麼說 他就說 中官這兩天 球星訪港的表現 實在是有些客氣的感覺 有必要交代的 究竟這一張合同 簽了多少錢 是純商業的 大家一定要說政府有份資助 現在看來政府是有份資助的 因為政府回應了 他們過幾天就會去東京作賽 從VIAGOGO的網站上看 他們去東京比賽的門票 比起在香港便宜 不知道球星到時候會不會下場 他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別人去東京出賽 去到香港就坐後備籍 明落在你面 當然不是 有些說法是 美斯真的傷了 老實說傷了 那就情有可原 問題就是傷了 你都還可以走走走走走走走 下來 下場上不能碰球 也沒有所謂 你沒理由說走兩步也不行 他還不是只要拿拐掌 他最後完場後也有踩草地 不知走出去做什麼 叫做梁阿相,就被人虛 這件事是政府有關係的 我們看看特區政府的回應 就著今天,即是2月4日 傳媒有關於香港隊對國際賣亞物CF表演賽的查詢 政府發言人有以下的回應 今次的活動是獲得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頒受M品牌認可 以及1500萬元的配對撥款 以及100萬元的場地補助金資助 即是政府自己承認了 有1600萬的補助 1500萬的撥款 100萬就是場地補助金 即是搞壇的東西出來 煽到那些遊客是瘋瘋瘋 政府發言人說的這句話是 美斯未能上陣今天的表演賽 政府和一眾球迷同樣對主辦單位的安排 感到極度失望 主辦單位欠球迷一個解釋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是會根據協議條款和主辦單位跟進 包括可能因應美斯未能出場 而扣減贊助的款項 從這個回應可以看到甚麼呢 第一 你特區政府完全不需要就這件事負責 因為他們和球迷一樣失望 有問題請問你的主辦單位 有錯就是別人錯 特區政府是沒有錯的 按照發言人就是這樣說 對不對 那些錢是你批的 你沒有錯的 你不用監管他的 這些東西是否應該事先在條款上寫明 你邀請國際賣物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因為他有個美斯 他沒有個美斯的 你用不著找他嗎 你找別隊都行 但你沒有責任 原來是不需要監管的 事後原來出了事 就說可能要扣減 那你是不是有條款可以扣減 你事前說 這些又要講合約精神 你說給人家千五萬倍對撥款 那支合筒是怎樣寫 是不是 人家有沒有白紙黑字答應你 說美斯一定會出場 出藥肝分中 有沒有這樣寫 還是沒有 這件事你完全不需要負責 原來主辦單位有問題 你也失望 那些球迷對你政府也失望 第二 可能扣減贊助款項 可能不減 那扣減減多少 這件事就有1600萬 給了他 但整場主要是 美斯來做吸引力的 如果你說美斯不出場 我想那些人會炒不起 或者你也不會找他 如果他早就告訴你 美斯不來 那你那個款項是怎樣扣 怎樣計算 怎樣量化他 又沒有那條 顏色是出來的 那你一尾就說 會根據協議來跟進 跟進什麼呢 希望有後續的說法 所以這次搞出來的時候 無論是對於本地人也好 對於遊客也好 就買了一個很沉重 和昂貴的教訓 尤其買了黃牛飛那班 教訓就是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別人以後 你很難再取信於別人 你下次告訴別人 這個來,那個來 誰來也好 哈哈哈 你真是來才算 來到也不踢 有鬼用嗎 做鬼也不靈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